三 三 三 哎呀 希莫 你在干什么 我在做那个颈部运动 可以跟我一起做 这个对颈部很好的 上左 上右 有一个动作我印象很深刻 是这样的 首先你的肩膀要这样 松起来 这个比我更害怕 快点 快点 松起来 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这样 然后又这样的那个 我的是静态的 我来了 同志们 嗨 我来了 正好他们来了 可以跟我们一起 音乐 向左 向右 向前 向左 我觉得现在能够动 是吧 我现在感觉脑浆在动 我不是像你们这样 向左 向右 我就是这样的 向左 身体保持不动 然后你真的能拉伸的 好舒服 我都睡着了 赶紧坐下 赶紧坐下 那赶紧坐下吧 好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将四位是首当 专门为8090后 新一代妈妈杂造的 品质生活指南节目 家务市的主人 我是蔡子 我们来欢迎一下几位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自带天线 自带WiFi 自带各种联系社交功能的 长马小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沉浸在手机和社交 没有现实中没有朋友的90后 辣妈Kiki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西莫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手机从来都不离手 手机电量从来没有下过20%的 谢打 哇 你跟我刚好相反 我经常手机用到没电为止 不行 我就没有安全 我经常用到突然关机 大家都找不到我 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 除了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之外呢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家务市的主人的微信公众号 那在这上面呢 我们会和大家近距离的来接触 大家有可能会得到我们专家 还有我们嘉宾的一对一的分享和解答 同时还有很多福利和惊喜等着 各位快加入我们吧 是的 那又到了我们树洞墙的环节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期的树洞墙 怀孕的时候 玩手机辐射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手机辐射很小量 所以哪怕我是拿了七个手机的情况下 对于我的宝宝也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但是还是建议在孕期的时候 妈妈还是要多走动走动 让自己不要整天沉浸在看手机上 对自己的身形还有对宝宝的健康 还是不好的对不对 好 银行卡和手机放在一起会消磁吗 好多这种谣言 对 其实银行卡分为芯片卡和磁条卡 芯片卡就不用想了 肯定就不会消磁 那么磁片卡在手机旁边 手机所产生的磁场 它对它的影响非常非常小 所以根本就是不会影响到银行卡的使用的 哦 手机充电一整晚对手机有害吗 我经常都是这样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自从没有再用小时候那种万能充之后 我的手机经常就是一整页一整页的充电 因为现在它的手机跟以前的不一样 它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比如说你充满电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把电源给你切掉 这手机它不再往里面蓄电了 所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不用担心说这个手机充音嘛 就会爆炸这种事情 觉得不会发生的 谢谢 感谢大家的解答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到大家的困扰呢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在生活中有任何的困惑或者问题 都可以打开手机 关注家务市的主人 微信公众号进群和我们互动 同时呢还有机会和我们现场的专家 和我们嘉宾一对一的专属回答 还有惊喜福利在等待着大家 我发现现在啊就是有手机 真的是一件特别方便的事情 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手机了 而且你想我们的观众 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 可以通过手机 然后通过关注我们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 然后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 他们就说你要认识一个人 你关注他的手机就好了 他下了什么样的APP 他每天的生活 在每个APP上花了多长时间 对不对 他打开一个购物的这个网站 他买了什么东西 其实你对这个人就已经非常了解了 而且其实现在隐私能够就是储存的地方 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手机 我曾经看过一个真人秀节目 这真人秀节目就是夫妻俩 就是在现场必须要互换手机 很多人都不敢 这个我绝对不敢 你们呀 那我这样不问大家敢不敢 和自己的另一半互换手机 我们问问现场的嘉宾 敢不敢不带手机出门一整天 不敢 不敢 老公可以不带 手机不能没有 对 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拿过钱了 出门的话 打车 吃饭 买水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手机上进行 而且就包括现在 如果没有手机之后 我除了好像能联系上爸妈之外 任何人都联系不上了 感觉与世隔绝的样子 对 所以手机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珍贵 很重要 很多人就是五分钟找不到手机 就浑身大汗淋漓 对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 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不可割舍的手机有关 我们先通过话题短片来了解一下 据网络调查显示 过去一年 国内移动网民整体规模在11.3亿上下浮动 而在2019年第一季度 移动网民人均安装APP总量为52款 人均使用时间为4.2小时 当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类 形影物理的必需品时 手机对人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出来 我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 到底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又有哪些才是手机的正确打开方式呢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们却大家都很爱玩手机 而且刚才在我们短片中 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数据 最惊人的是 安装APP平均有52款 我没有 完全不够 我有一百多个 我也是觉得52款 其实不够的 你们看我在这里 光这一只手机就要有多少个 我这部手机256个G 现在还有2.8G 我的天 我是定期一定要清理 不然的话时时刻会就瘫痪 我也要定期清理 那你们最常使用的手机APP有哪些 微信 对 微信肯定是我们最常用的 微信 然后我是那个某宝 你喜欢购物 你喜欢购物 我的那个账单真的是蛮惊人的 然后我还会用导航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路痴 这蛮正常的 我除了自己家里能找到之外 就其他地方我哪怕去过了 我也一定要导航 那我是那个啥 拍照吗 有很多款拍照软件和修图软件 修图软件 修图软件我就有六七个 然后还有那个换脸就是给我自动上妆 换脸 换脸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很多很多 他们都说我的照片可能要经过7749个软件 才能修出那么一张图面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手机的APP 来寻找到一些答案的 生活中我还会用一些做菜的软件 就像做菜 对 你以前可能要问朋友 然后什么看报纸做简报 问妈妈奶奶爷爷 我原来都是打电话给妈妈 然后问这个菜怎么做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方便 就用那种做菜的软件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家里不是装了很多方泰的产品吗 所以说我也下载了一个方泰幸福家的这个APP 那个我也下了而且很好 对 我发现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家庭 这个幸福生活的一个知识平台 比如说我想做菜的时候 我就打开这个软件 然后这上面其实就很多 比如说美食烹饪 然后我就会搜早餐午餐小吃 还是晚餐还是夜宵 这样好方便 然后就会出来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的饮食起居 養育养生锻炼都可以 它上面现在涉及得很广 就比如说我们家需要装修 它上面有很多关于家装的一些小知识 你可以在上面盖得到 我需要我需要 对 是吧 它上面有一些知名的装修师 设计师 还有一些收纳师 就上面真的是应有尽有 就是只要你需要的 你的家庭里面需要的 它上面都有 而且不仅仅是说这个就是生活物质方面的 还有很多心灵成长方面的 比如说中华文化经典的一些课程 然后就会把你的生活 就是安排得特别的好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 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品质生活 对 然后我们用这个方泰幸福家的APP 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 在上面还有社群这样的这种 互相交流的平台 对 我现在就把七个全都下载好 我已经下了刚才 所以说大家如果也发现了什么样 类似于这种方泰幸福家APP 这样非常好的 非常实用的APP的话 可以分享给我们 也希望通过加入我们 微信公众号的方式 来分享给我们 我们也希望在节目里 可以给他推荐给更多的 这个希望美好生活的朋友们 那刚刚其实短片里提到了 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间 有的时候和自己的想象 真的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看我一周的平均时间 差不多是四小时多少 每天 你是多少 我是单一只手机 要四个小时 所以我七只手机 我可能一天有28个小时 天哪 我今天一上午 都没怎么玩手机 我是8小时58分钟 不可能 我真的是 然后你看一下我未来七周 平均每天 我平均每天都要玩11个小时 我的天哪 半天都在手机 好可怕 我有一天最夸张的是 我记得好像是玩了15个多小时 你比我还可怕 Kiki呢 我应该算是年轻人中 用手机时间最短的 两个小时我猜对了吧 我是4小时57分钟 那你玩的也太少了 休息时间干嘛 带孩子 对 台湾一下你 你是觉得玩孩子比玩手机好吗 是的 我觉得孩子更需要玩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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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